在创办人被当局定罪 多名高管也相继被抓捕之后 一传媒集团旗下媒体 因为受到港府资金冻结影响 宣告停刊 员工也被支歉 综合报道 一传媒工会在3号透过脸书宣布 随着集团绝大部分香港员工 在7月1号已经离职 义工会的历史任务也已经结束 工会即将启动解散程序 详情稍后会再做公布 与此同时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 有热心民众转交了一批 价值大约29万港币的购物现金券 将统筹派发给一传媒集团的前员工 除此之外 香港记协也宣布 成立一传媒失业紧急援助金 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寻求会员同意向公众筹集资金 香港记协并表示到 符合记协会员资格的前一传媒员工 也可以向记协申请既有的失业援助金 上个月23号 一传媒工会在香港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的前夕 就曾透过脸书表示香港在过去一年风云变色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李志英去年8月被捕 接连被控判刑 集团行政总裁张建宏 港评总编辑罗伟光等等五名高层同日被捕 接着是港评主帝杨清奇 我们悲愤莫名 但这原本百花齐放的城市已经再容不下我们 一传媒工会感谢同事和香港人多年来的支持 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 能够与各位走到最后 我们予有荣焉 一传媒工会表示 现任理事在工会解散后 将继续义务跟进离职补偿问题 脸书专业也会在短期内保留 作为宣布消息之用 如果一传媒同事需要经济上的协助 也可以联络及参考寄写前述的公告 另外一传媒工会也特别感谢香港记者协会 在这样困难的时期 为一传媒同仁提供经济上的协助 英国在通欧后积极寻求与其他市场合作 特别是前进印太地区的政策不断出炉 中央社综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在伦敦市长官邸的年度演说中 对英国与欧盟达成新监管协议的前景表示了不乐观 表示英国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 脱欧后的伦敦金融城无法重建便利出入欧盟市场的管道 这使得伦敦金融城在深化与向美国新加坡等地关系上更为迫切 苏纳克甚至认为欧盟执委会可能不会做出英国金融监管符合欧盟标准 允许英国企业直接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等效裁定 另外也提出了英国必须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简称伦敦金融城能够充分地为中国快速成长 总资产价值达到40兆英镑的金融服务市场提供服务 苏纳克表示道 对中国的辩论始终缺乏一马跪一马 我们需要一个成熟且平衡的关系 他主张 英国在反对香港新疆的人权侵害的同时 仍然能够甚化于北京的经济关系 就像2010年到2016年时 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欧斯本寻求中国来投资 让两国的关系做到所谓的黄金年代 苏纳克希望由鹰派保守党 国会议员所主导的价值观论辩 不至于淹没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但是现实真的能够如此理想地 将人权等等价值观与经济利益进行切割吗 能够就此完成与中国的合作吗 外界对此仍然感到非常忧心 BBC报道 之前中英关系经历了黄金十年 两国在教育文化人员等等领域的交流 有了长足的发展 每一年到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逐年攀升 但是随着华为、香港、新疆等等政治问题引起的降温 有关英国大学依赖中国的现象 也再次引起英国政界与学界一些人士的关注 很多人担心 大学中的中国钱和中国人越来越多 长期依赖中国将会影响英国的学术自由、科技安全 由此敦促英国政府从战略高度考虑中国影响力的渗透 在此外界的忧虑之下 要想要继续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与经济交流 恐怕会面临到比过往更多的阻碍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至今 朝鲜当即仍然声称当地并没有民众确证 尽管如此 朝鲜仍然有加入190国参与的疫苗全球取得机制COVAX 中央社报道 今年2月份公布首批配送名单时 朝鲜就获得了大约200万剂的疫苗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时就指示了相关单位 在第一季要确保获发疫苗 并且指示建设用来保管疫苗的冷冻设施 但是事后疫苗运送仪式仍然遭遇许多困难 原定这200万剂疫苗可以在今年5月份送至朝鲜 但是朝鲜与COVAX针对疫苗运抵后的分配 接种计划协商工作还没有结束 加上全球疫苗供不应求 导致了疫苗恐怕比最初的计划要更晚到获 对此朝鲜当局似乎相当失望 转而对俄罗斯疫苗产生兴趣 甚至还表示认为美国可能在疫苗动手脚 其实朝鲜早在5月24号就发表声明 批评新冠疫苗的采购与取得 在全球各国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某些国家大量囤积新冠疫苗 量超过了其实实际需要的数量 虽然研发新冠疫苗属于人类成就 但因为各国在购买能力上展现出不少的差距 才会发生这种情况非常不公平 部分专家指出 朝鲜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之前发出了相关谈话 显示出朝鲜国内对于疫苗需求上的窘迫性 另外 朝鲜一方面表现出急需疫苗援助 一方面却又对美国支援的疫苗展现出高度的不信任 某位脱北者就向外部透露 就算美国一再表示是基于人道救援立场要提供疫苗 朝鲜还是无法信任美国 因为在朝鲜国内仍然有一大群人生性 美国可能会在疫苗偷偷注入病毒 透过疫苗将病毒寄送到朝鲜 企图颠覆朝鲜政治体制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 美国之音援引知情人士说法表示 现在对朝鲜的疫苗运输陷入僵局 是因为朝鲜只完成了供应疫苗所需的 七项行政程序中的两项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曾在今年3月宣布 5月前会将供应朝鲜170万剂AZ疫苗 然而朝鲜因为顾虑AZ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不愿意签署副作用免责声明 并且拒绝允许负责运输疫苗的工作人员入国 报道指出 COVAX疫苗供应流程规定 执行疫苗发放工作时 需要由国际工作人员在场监督 然而朝鲜以防堵疫情为由 严格的封锁边境 拒绝任何外部人士入境 此外朝鲜成就的医疗系统也成为了一大阻力 由于当地无法稳定的供应电力 连带无法确保疫苗所需要的超低温保存环境 根据了解 朝鲜至今仍然没有接受国际间 帮助其建立疫苗冷链系统的相关提议 美国今日再传输多家企业遭到勒索软体攻击 中央社综合报道 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勒索软体攻击今天扩击全球 美国资讯科技公司和CR的客户 恐怕有千家企业沦为目标 瑞典连锁超市COOP也因为无法使用收银机 把百姓分店被迫要暂时歇业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情报单位要彻查此事 他表示 触步想法是这起事件并非俄罗斯政府所为 不过还不确定 拜登表示 如果认定事件要归咎于俄方 美国将会做出因应 美国资讯科技公司KASIA昨晚表示 他们当天在美东时间中午之后 发现了网络平台遭到勒索软体攻击 随后就通知客户要立刻关闭伺服器 KASIA表示 他们已经将受攻击的使用客户局限在很小的百分比 而且估计全球不到40间公司受到影响 然而网络安全公司Huntry Slips在网络论坛Reddit表示 他们正与沦为攻击目标的伙伴们合作 还说超过一千间的企业都已经被加密 网络安全公司爱斯软件分析师凯洛则表示 目前仍然不清楚多少企业受到影响 攻击规模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央社综合报道 今天菲律宾一架载运部队人员的军方运输机 在菲律宾南部降落时偏离跑道坠落 机上许多人是最近才刚写讯的联合特遣部队士兵 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在声明中表示 本次失事的C-130势力式型运输机 大约在今天正午于苏陆省的河鲁岛 试图降落时发生意外 当时机上共有92人 大多数是军方人员 截至目前为止已知有40名伤者获救 另外发现了17具遗体